三连到位,黑板干碎 赢得每个三连都是up主生发的动力 哈喽大家好 昨天很多人说 这是iBoy职业生涯首次战胜杰克拉5 但其实在2017年的城市英雄争霸赛 还叫大夫的娇哥就已经拿到了首胜 小科普一波 我们直接来复盘这场血压拉门的对局 上期节目我们就说过 这个版本的BP变化不多 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版本OP角色 在这个基础上 战队区针对班的成本也会高尚一些 RA这赛季的主体是以乐岩为主 9个小场里有8场都给乐岩选到了野河角色 一旦这个发动机压火 那RA赢下比赛就会很艰难了 所以这场比赛 涛博的BP思路就是先针对乐岩 很尊重地给了一手版本T2英雄暴女的班位 那在先天要耗掉一个班位的基础上 涛博在第三局其实是有一个很精彩的战术布置的 他们先把版本的鳄鱼色体全放出来 把这个班位腾给了维路斯 涛博其实是给RA挖了个坑的 如果这里RA拿鳄鱼家卡尔玛 那涛博反手就可以选出赵姓康特 甚至极端一点 还能有一手格温的双圈体系 两个技能都能团战克制EZ 虽然这样第二轮AD会成为牺牲点 但这里金克斯垂石 滑板鞋 大嘴露露和塞纳塔阿姆体系都在 也都是GKL5很擅长的点 RA两个班位是不可能搬得完的 第二种截法 这里RA在先拿战时工具人鳄鱼后 可以像之前老关爹打京东那样 提打野的优先级拿下角月 但同样这也是个坑 如果真这样选 后续AD和辅助 RA只能选择一个 涛博就可以经典复刻第一局 去针对下路 从这赛季来看 IBO也没有选择过滑板鞋 塞纳体系也只是玩过一次 被针对的情况下 很难保证IBO也能有出色的发挥 但RA也知道 涛博不可能这么好心 他们略加思索就能明白这背后的陷阱 最后RA选择下路打炮台体系 这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 不会出色的选择 而涛博这边在下套无果之后 也是线索下版本最强下路 以最佳卡尔玛 第一轮博弈 涛博故意挖坑 但RA的应对也是天衣无缝 成功避雷 还记得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吗 赵信和这EZ 但第二轮 涛博并没有管赵信 而是连班两个中单 和之前一样 这种反常的班人肯定有诈 但赵信的优先级 让RA不得不去选下这个点 重点来了 涛博的反制点是塞拉斯 和牛头的大招类似 赵信的大招 也能帮助塞拉斯大大提升坦度 同时 涛博拿到了一个能奏赵信的狗熊 去限制前期节奏 那赵信的发挥空间就很小了 但RA必定是有着最后的counter位 Fofo依然是能在中单里 逃出一手counter塞拉斯的瑞兹 双方阵容成型 这场双方教练 可以说是见招拆招 最后两边都是拿到了一套团战阵容 就BP来说还是相当精彩的 涛博的阵容 在EZ成型的中期更强 后期上线 则取决于塞拉斯 而RA则是经典的炮台体系 后期上线取决于金克斯 让我们进入比赛 进入比赛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过 EZ卡尔玛对性是好打炮台组合的 但这场比赛 涛博下路前期却成了被突破点 这里面有很多博弈存在 我们一点一点来说 首先来看涛博 一般来说 对EZ卡尔玛这种会压线耗血的组合 大部分队伍 打野都会从上往下刷保一手 但卡萨尔却没按常理出牌 选择从下往上刷 这样反思路的刷法 但可鳄鱼的成功率会大大提升 但相应的 也是要承担一定的后果 RA这波处理得很到位 瑞兹迁速推兵线 帮赵信拿河线 这时候他们发现狗熊并没有来下路 立刻意识到了问题 狗熊可能在上半区 而且晴天的举动也很异常 我们注意看这里 明显是RA兵线的优势 鳄鱼还高一级 他是先Q打小兵 然后再激进换血 谁都能想到有问题 已经算是老油条的Q吧 抓住晴天想卖破练的心理 不但打了他一条血量 还二段一轻松拉开 卡塔的这波设计 可以说是被RA轻松破解掉了 而且我们之前提到过 这样反思路的干客 失败是要承担后果的 万豪只能交TP上线 鳄鱼则省下了一个TP 这个TP差 也成为后面一波关键节奏的伏笔 再说回RA的开局 乐言前两局都是速四的开业路线 但本局 他是三组野怪速三 三分钟不到就来到了下路 就是想抓一个EV卡尔玛压线的空隙 但涛博也很谨慎 提前做好了防守视野 抓到了赵信 但即便如此 赵信依然是给足了EV压力 长达一分钟的时间里 EV都只能保持最远距离Q兵 这本来应该是EV卡尔玛的压线期 但现在反而是RA拿回了下路的线权 利用这个点 RA开始下大气了 注意 现在RA能获得的关键信息 一是他们有TP差 信息二 是狗熊大概率是从下往上刷的路线 如果能卡好狗熊往上刷的时间点 RA对下路动手 大概率是能成功的 那在月塔前 却最大程度上削弱 涛博下路组的生存能力 是RA目前最需要做的事 所以RA在推完这波兵线后 金克斯是往河道走的 在涛博看来 金克斯可能是去河道放眼 也有可能是回城补给 实际上 金克斯是卡视野 绕了一圈回到下路的草丛 后续RA利用这个视野插 强行和涛博双人组 互换了三个召唤式技能 至此 赵信开局给到下路压力 帮助RA下路拿回线权 狗熊抓上失败 无限暴露 上单还被打出了TPX 再到RA下路利用线权卡视野 跟对方互换了一波召唤式技能 RA针对下路的一张大网 已经完美铺开 随后 RA抓住狗熊往上刷的时间点 扫清了涛博下跃区视野 并且留下了一颗绕后TP眼位 从涛博的小地图来看 下半区是一片漆黑 这里瑞兹又是四岁兵线 先塞拉夫一步支援 KASA虽然是意识到了不最近 但从蛤蟆到下路的路实在是太长了 最后涛博双人组被月塔击杀 RA这波设计 可以说是大获成功 是非常精彩的临场决策 随后 RA靠着下路的优势 拿到了两条小龙 AD位的经济差距 一度被拉开到了近2000之多 不过除了AD之外 涛博其他位置并没有落后太多 EV补发育过后 还是拿到了分离者和摩切两件套 所以在涛博阵容强势的中期 他们还是依靠塞拉斯和瑟提的天秀进场 顶着4000的坚决差打赢了团战拿下大龙 一度抹平了前期的劣势 就双方阵容而言 后期团战都有得打 大家都知道 转折点是来自阿水街的内钩 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涛博的装备等级都是优势 只要带线过去 等一分钟的小龙团就可以了 而且卡尔玛配EV的组合非常灵活 垂石 照信这种开团 很难正面开到 这也是阿水基金的底气所在 但我们注意看这波 杭似乎只是单纯用皇冠 兑换了卡尔玛的皇冠 但其实 这里杭是有一个非常细节的操作的 在将EZ卡尔玛压回塔下之后 他是在中路小小点了一个眼 既然RE的阵容难去开团 那视野差就是最好的开团利器 至于为什么说这个眼细节 我们直接来看阿水的视角 从24分49秒开始 他就在中路插下了真眼 保证这片区域的视野安全 KASA也开扫描 确保了中路是没有现眼的 阿水这个真眼 一直到26分57秒才被排掉 但阿水依然是肉身 站住了中路视野 涛伯真正丢失中路视野的时间 仅有RA前逼的那5秒钟 就是这5秒 杭在盲区买下了这个现眼 成为了一切的关键 注意看这里 万豪是往RA中路的草丛 发了一个正在路上的信号 阿水也发了往中路走的信号 说明涛伯的团队决策 应该是推中路选豪再打团 这确实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 但千算万算 涛伯没能算到杭插下的眼 杭布置的一切 就是为了等阿水再走到中路来 这里阿水也是没能集中到最后 虽然及时反应 将鼠标拉到了身后 但不管是E还是闪现 都没能放出来 EZ阵亡后逃跑高地告破 被撕开了第一道缺口 如果说EZ第一波吃钩 有航用皇冠逼位置 抓住5秒视野空档期的恐怖细节 那下一波大龙团 E技能打伤害被治疗规避后 没用闪现抖掉钩子 这是阿水自己的失误了 但Night这时候展现了一波自己的理解 很果断地把身上的杀人书换成秒表 抓住对手暂时还没有集结的间隙 成为了手家的孤胆英雄 连续两个金身图起成CD 操作拉满后 堪堪守住了最后的主基地 但大家都知道 英城联盟 没了门雅塔 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游戏 更别说RA还有瑞兹大招 这种偷家神迹了 接下来的几分钟 涛博士守到了高地复活 还一度破掉了RA的两路高地 在最后时刻 决策出现了问题 在RA全员往外推进的情况下 涛博却对大龙有了想法 直到RA全员在野区消失 全队也只有Night反应了过来 来到了正确的位置 但Fofo这波太细节了 他先是看到了塞拉斯 以赵信为第一目标后 往下走了几步 才开的大招 而且即使是塞拉斯 能偷到赵信大招 冲进人群 瑞兹只要第一时间不看啊 Night必然是要精神拖时间 但精神是2.5秒 而瑞兹大招的引导只要2秒 他还是阻止不了这一切的发生 最后RA再次复刻了瑞兹体系的经典偷家 一波推掉了淘宝的基地 整场比赛看下来 RA前期通过赵信的施压 让原本被压的下路拿到了献权 接着通过TPX 在下路打开了局面 在后期团战 无论是垂时的5秒失业差抓机会 还是最后的瑞兹开车偷家 都是细节拉满 不得不说 RA这支队伍 比起春季赛 但四有了蜕变 成功拿下了赛季的第四胜 好了 这期复盘到这里就结束了 赵立向大伙 求一波关注加三连 点赞过两万 继续加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